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随着一个最近的一个利空不断 指数在这个地方做震荡 外资持续的一个再度反手调节之下 后市的一个台股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有没有问题 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很斩钉截铁告诉大家 整个的一个台股持续看多并没有改变 既然过去从48523点到13031点 这一波高达4500多点的一个大行情 都能够完全被我们所掌握 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市的行情也将逃不出我们的一个所掌心 况且在高档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各位去拿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个地方指数 它就是杀不下来 为什么外资敢有恃无口 内资华人大户敢有恃无口 原因很简单嘛 俗话说股市是经济的组装 你可以看到不论是8月份 美国欧洲亚洲PMI指数 纷纷的一个这样微转的一个户数上来 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个8月 的一个出口值 也创了一个逆年的一个新高 所以随着一个经济 渴望持续的一个户数成长向上 在在都渴望为整个股市下档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撑 况且你可以看到哦 今天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至少今天没有虎头社会 今天的K线是呈现的一个红K棒 并且整个的一个全持股台积电今天是怎样 表现的一个持稳震荡的一个上涨 所以一旦台积电啊 它能够突破的一个十字线月线 突破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关卡 并且伴随着指数 在经过震荡之后 如果能够的再度站稳于 整个的一个这样 十字线跟月线之上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市一波的一个精彩好序 随时将渴望浮现 所以你会发现啊 其实在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台北股市还是有很多的一个好股票 持续活蹦乱跳 今天不只是台积电的一个十吻 包括这个生技股 包括这个中小型股 在这个地方持续做一个轮动 还有就是铜箔基板 在过去的一个弱势的一个铜箔基板 包括的一个联帽 今天是指稳的量增涨零板 包括的一个台药 今天是指稳的一个上涨上来 所以就种种的一个迹象来显示 后市的一个行情 将渴望逐步渐入佳境 只不过 在盘整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操作呢 所以从过去到这一段的一个时间以来 我一再的一个强调 现阶段你就是要懂得买低卖高 首选一定是要 选择那些的一个下半年前景涨望加 股价经过整理筹码经过沉淀 具有转机大成长体材的一个好股票为主 所以你会发现 像3661的一个四星KY 很多人 也打电话进来问 说有的人特别是在上礼拜四 看到四星KY 一根的一个这样拉上来 亮根涨零板 很多人往往因为这一根的一个这样 这一根的一根的红棒跳进去 但是这一根的一个这样红棒 急拉上来 能够去追吗 我问各位能够去追吗 要是我 我不会带会员朋友去追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我问各位 这个位置是处在的一个这样 相对高还是相对低 很显然 这个位置是属于怎样 相对高 在高档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跌破了一个这样 跌破了一个时日线 跌破了一个月线 时日线月线 呈线下滑 呈线的一个这样 上档的一个盖头反压 所以上礼拜四的反弹要怎么做 就是反弹要懂得找卖点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你能够把握住一个 对的一个原则 你可以看到 这三天的一个急杀 你完全可以避开 你不要小看这三天的一个急杀 这三天的一个急杀 一张就跌掉多少 140.5块 10兆就跌掉了140万 这都是钱 这可不少 那当然 急跌过后明天再杀 可能还是会谈谈一下 但是在整个的一个结构 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获得改善之前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说真的 你还是要懂得怎么样 还是要懂得换股操作 那不只是 四星KY 包括的一个 USB的一个东搜也是一样 我常说涨多 就是最大的风险 你可以看到 股价涨多 乖力过大了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追 你觉得你的胜上有多少 很显然嘛 为什么这两天会杀跌停 其实都怎么样 有机可循嘛 做对做错真的怎么样 会差很多 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太阳人的一个族群也是一样 你看今天那个帽迪 率先杀跌停 当然今天那个跌停 跟他的一个减制有关 他要减制将近三分之一啊 所以市场会以利空来解读啊 尤其加上他过去也涨不很大 涨不很大 当然今天的一个贸停 今天要反映这个跌停 但是反映跌停之后 是不是就是说 他会这样一路这个林妹杀下去 倒也不见得了 但是至少他股价涨多了 在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 如果你看到昨天的一个创新高 哇你去做追价 昨天非常好买 今天马上怎么样杀跌停 你卖不掉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很多的一个股票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包括的一个达能也好 也是一样 往往你看到股价的一个大涨上来 你才要去追的话 你往往就很容易怎么样 受到伤害 甚至包括的一个原钢 八月营收很棒 非常好 在创立年新高 年增达到280.6% 今天开高上来 甚至早盘一度亮灯涨停板 我问各位啊 今天开高上来能够追吗 当然是不能够 哦因为怎么样 因为过去股价都已经怎么样 已经反应过了嘛 已经大涨一段了 已经事先反应过了 大师兄也事先提醒大家 我说在这个地方 你要懂得怎么样 见好就收嘛 做对做错 真的是会差很多啊 不只是啊 原钢啊 包括的一个冲泰也是一样 包括的一个原斩也是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 大师兄都事先 哦提醒大家 哦比如说以原钢来说的话 原钢我们是 带会员朋友 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哦比如说像泰山传奇 泰原钢也好 元气小子 我们是买在二字头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低点上 当时候在二字头 甚至在三字头的时候 我在讲座上 我还把这档股票 送给大家 从二字头 三字头 到四字头 到五字头 到六字头来到七字头八字头的时候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随着乖离以大 目标达正 我告诉大家 我说在这个地方 你要懂得见好就说 原因很简单嘛 哦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一波的一个主身段的一个行情啊 如果说我们经过 我们把它试算一下的话 它的一个这样 主身段的一个初步目标 就是78.7 那么我问各位 这一波来到的一个八字头这个时候能够去追吗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追的话 那么今天的一个这样 今天的一个下沙 昨天开高走地今天的一个下沙 你看你是不是马上就躺到 所以很多的一个时候 很多的一个时候行情呢 啊是要经过仔细的一个这样 仔细的一个探究啊 甚至包括了一个四季钢铁人的一个四季钢铁是一样 你看我买在什么地方我买在84块含息0.99元 啊等于是我的成本83块 买进之后为什么昨天量登涨零再创新高 啊我们要把部分的一个持股给怎么样 顺势开心获利换口 只留84块以下的一个基本持股 设好庭力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样 赞赞金金的一个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在赚钱 我相信你也都看到了 哦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一个大涨价差 就都要达到多少63.8% 哦还有包括大地永续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这档的一个股票 8月份的一个代表作 哦也是买在别人 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 从8月7号买进之后 第一趟来到15块4毛5 高涨开心获利出一半拉回来 8月13号13块8再把它买回来 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上来 今天再创新高来到17块5 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两趟的一个价差达到多少 43%你没有听错 两趟一个价差达到43%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能够一档接着 一档不断的一个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哦一路的开心大众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甚至包括9月份代表作的一个面板装壶 你可以看到我面板装壶 我买在什么地方9.78 很多人都是看到涨停板 大涨创新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要带你去追 但是你今天跟着大师兄的脚步 你可以看到我带你买在9.78块的一个位置 都有讯息为证 跟着冠军走 好事就是会发生 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哦所操作的一个股票 光是这样短短的一个几天 你可以看到价差就达到多少 28.8%将近多少 将近三成 为什么只要被大师兄所锁定的股票 他就是能够大涨上来 哦原因很简单嘛 你可以看到啊 大师兄都是领先市场 讲在前面 甚至包括的一个动作也都帮我们来背书 也都告诉你整个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两年的一个这样 整个这个面板的一个情况啊 事况看好 都帮我们来背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常常说啊 领先才是最好的投资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后面 甚至很多人带你去追逐那些已经怎么样 已经涨出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带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我们锁定这档高人一等 哦高人一等 哦股价经过的一个整理筹码经过的一个沉建 哦今天带着会员朋友锁定高人一等 今天马上线买线赚 今天收最高 这是哪一档股票你不用拆 你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Liander或Telequake 哦大师兄都会无视跟你做分享 我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哦都知道 这就是我们带着一个会员朋友的一个这样 哦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甚至在Telequake无视跟大家所分享的 这一档的一个自行车界的一个保时捷 你可以看到大师兄就直接把这一档的图片 哦直接泼上去 自行车的一个保时捷 为什么当时候大师兄会看好这档股票 8月26号 8月26号当时候在多少 在44块 今天涨停满 今天在49块 为什么我会看好这档股票 第一个股价经过的一个修正 经过的一个整理 经过修正震荡的一个整理过后 第二季美股的一个获利转积大成长 哦三半年美股赚了1.71块 哦已经超越去年全年的一个获利 7月营收 哦持续的一个月增年增 而且社会整个的一个欧美的一个 车市的一个热销 带动零主件跟代工的一个这样 哦出货的一个大增 营运转强 股价跟成业处在着一个这样 成长对的一个趋势上 你可以看到大师兄都是帮你把这类的一个好股票 给他筛选出来 所以像这一档的一个广岛之链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从低档锁定之后 大涨一波上来 那么这一次又拉回来到的一个这样 来到的一个景线的一个支撑区 那我问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我相信 大家都是聪明人啦 哦那如果说这些的一个股票过去 大师兄跟他所分享的这些股票 你错过或是没有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那么今天这一份 九月必胜客八贯王标股 今天再开放最后一天 哦你放心啦 在这一份的一个股票里面 大师兄帮他特别筛选三档股票 再提论三档股票 哦不会说哇一下子选了十几档 那十几档的一个股票给你 我觉得那没意思 哦如果说选太多股票 然后再让你去去挑 哎你来来就好了 你不用大师兄 哦你找白人你不要找我 但是如果你想要 哦能够怎么样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 赚的开开心心 想要能够实实在在赚到钱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今天这一份的一个九月必胜 政客八贯王标股 今天开放最后一天免费索取 在这里面大师兄帮他所挑选的就是三档 哦特别精选出了一个三档的一个股票 党党都是怎样 低位阶 低基期 哦股价经过整理筹码经过沉淀 下半年云印具有转机爆发大成长体材的一个好股票 哦就比如说这一档的一个泰山北斗一样 绝版一字头的一个低价的一个转机成长股 哦他也掌握到整个离岸风电 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建产 包括公民营的一个太阳的一个用电的一个用线市场 哦整个的一个云印的一个掌握的一个爆发力 有非常的一个强劲 而且更漂亮的是十年磨一键啊 在低档啊 正当整理的一个将近的一个十二年的一个时间 低档放量哦 又兼具的一个低股价的禁止比 一切才刚刚开始不要多到前高就好 到前高还有八成的一个空间 哦到前高还有八成的空间 哦如果说再到的一个这样 哦的一个之前的一个高点四十块 哇不得了 这样将近多少 喔这样将近快两倍 哦将近快两倍了 哦所以现在才刚开始 这是哪一党的一个股票 还有第二党的一个阿基塞跟 那个梁朝伟的一个最爱 喔那党党都是在一个这样 或者一个第一党上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好股票 大师兄就是帮你把这类的好股票 给他筛选出来 通通都在这一份的一个九月避盛课 八贯王表股阿 这一份的资料 要让你可以 哈到家 那么怎么样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 很简单 第一个只要加入我们的 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 你就能够 免费拿到这一份的一个资料 好东西 只跟好朋友分享 今天特别 开放最后 一天免费索取 那如果说 你没有使用Line的 或Telegram的投资朋友 也没有关系 你待会在广告当中 你透过的一个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所有的一个业务 所有的助理人员说 我要大师兄这一份 九月必胜课 八冠王的标股资料 那么我们线上 所有的一个助理人员 都会非常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热忱的一个为大家来做服务 来02 23219933 控理232 QQ33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 续效布保全寐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생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